客厅壁坑18部装 一部装木地板不环保还容易开裂变形 而是铺大片瓷砖经久耐用颜值高 二出远门关闭总电源 冰箱才不会断电 三进门开关一定要做一个双连开关 开关灯才不会走回头路 四顶上做框架填充隔音棉 遇上不安分的邻居真的很闹心 五一部装复杂的二级吊顶 降低的层高还费钱 而是做网红双眼皮实高线 简洁更时尚 六部装复杂的风扇灯 时间久了就是灰尘重灾区 贼柜还不好清洗 也买西顶灯 夏天就是蚊虫的秘密基地 而是做凉反灯槽搭配磁吸灯 光线收复简洁大方 七电视背景墙不贴装饰板 上面就是贴衣成品皮 时间久了容易脱落 不买成品的电视柜 底下的卫生超级难清扫 而是做收内型电视柜能储藏物 关键颜值更高 八电视机底下不会再装一排大插座 线路凌乱太难看 而是墙面开个55宽的槽 埋入PVC管 将插座一道柜子里 线路和设备隐藏更整洁 九布贴墙纸没有几年 就会脱落也不环保 直接刷乳胶漆省钱也环保 看腻了还能换个颜色 配上几根金属条瞬间就有高级感 十布贴突出地面的踢脚线 突出的厚度落灰还容易脱落 而是墙体开槽 陷入金属踢脚线 墙面平整才干净 十一布装历史空调 占地不少还费钱 而是装中央空调 价格不贵冷暖舒适又美观 记得风口加长才漂亮 十二不装罗马杆窗帘 难看还漏光 而是顶上预留窗帘位置 轨道隐藏更美观 十三不会安装推拉门 空间被堵住 而是拆掉推拉门空气更流通 记得千万不要门槛时 阳台布贴小片瓷砖 而是客厅瓷砖通铺 到阳台空间更开阔 记得对缝才美观 十四不会在阳台中间晾衣服 挡光挡视线 而是一道侧面 凉晒也很方便 关键客厅视野更通透 十五不会买L型沙发 摆到家里太笨重 而是买个一字型沙发 松松软软才舒服 别忘了要圆脚台版悬空茶几 挪动才方便才不会撞腿 打配一个单位仪 空间灵活颜值高 孩子在客厅溜冰空间足够大 这样的客厅你喜欢吗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作品